嗨 大家好 我是劍 在你求學生涯中一定有聽過下面這句話 唯分求協率 積分算面積 對吧 沒有的話可能你讀書這條路上比較孤獨 那你可以點擊右上角影片去喝個劍士雞湯 聽聽我聊怎麼念數學怎麼準備考試 為何要念數學等等的主題 OK OK 讓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唯分求協率 積分算面積 這句話你覺得對嗎 其實不然 今天我要討論積分算面積這句話 積分結果是負值又代表什麼物理意義 為什麼有時候面積要成負號 負面積又是什麼鬼 不過這正是你心中困惑已久的問題 那恭喜 今天將會是你懂到不行的一天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 直接端上題目 這題要我們算定積分 但它沒有直接給你函數f of x 雖然你可以自己找出每個區間的直線方程式對吧 但這樣算太慢了 我們可以依照題目的指示 他說in terms of area 用面積來算出定積分值 這邊說的面積就是指函數曲線與x周所加區域面積 因此we don't need to find f of x so let's evaluate the definite integral in terms of area 也就是我們必須了解一個圖形面積跟一題定積分之間的關聯性 大家只要記得面積這兩個字一定是正的不可能是負的 而定積分的值有可能正也有可能是負的 要看你的f of x是在x軸的上方或者是下方 所以我們看過來a小提它是說0到2的區間 我們會發現這個f of x是一個在x軸上方的圖形 那所以y值都會是正的 因此它的定積分的值跟這塊t形的面積都會是正的 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定積分的值就會等於正的這塊t形面積 因為f of x是大於0 或者是說在x軸的上方 因此t形面積直接背出公式 上底加下底括號乘以高除以2 上底1下底3高是2 所以算出來就是4 這就是此題的定積分的結果 再來我們看b小提 它要我們積分從0到5f of x dx 首先我們可以根據a小提 所以把這個0到5的積分切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0到2的積分 再來是2到5的積分 那這時候我們就去觀察 從0到5這個圖形是不是都是在x軸的上方呢 那就代表說f of x都是大於等於0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定積分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正的 而我也說過面積一定是正的 所以這個定積分的結果就會剛好等於正的這塊t形面積 那我們把原因注記一下 說過做筆記是很重要的 f of x大於等於0 接著我們看 t形面積它的上底是1 下底呢 5-2是3 那它的高就是3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來了 上底加下底括號乘以高除以2 再來我們約分2跟這個4約 所以4加上6答案是10 這就是此級定積分的結果 再來我們看到c小題 它是定積分5到7 f of x dx 那首先呢 5到7我們先把它畫出來 就會發現這個圖形 f of x 它都是在x軸的下方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f of x小於等於0 那既然是這樣子代表這個定積分算出來 就一定是負值 那再來我們因為沒有f of x的方程式 除非你用2點定直線去找出f of x 所以我們也不會去直接積分 那我們就使用圖形面積來看作定積分的值 但是我說過面積永遠是正的 那可是它的積分出來是負的 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要在面積前面乘上一個負號 這樣子等到兩邊才會成立 那這就是所謂負面積的由來了 但大家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理解它 再來只需要找到5到7這個三角形圖形面積就可以了 那底邊是2高是3格 所以是3 接著就底層高除以2 2再約掉 所以答案是負3 這個積分值一定是負的 最後來到了珠小題 0到9的積分f of x dx 我們可以根據前面這3小題 所以我們可以切成0到5的積分 5到7的積分 以及7到9的積分 所以0到5的積分在b小題已經算出來了 答案是正值 而5到7的積分在c小題算出來是負3 那你們可以觀察 只要f of x是落在x軸上方 那積分出來它就會是正值 那只要f of x是落在x軸的下方 積分出來就會是負值 在7到9這個區間呢 f of x是小於等於0的 所以它積分出來 should be negative 再來我們用圖形面積來看 因為面積永遠是正的 所以我們要在面積前面乘上一個負 所以這邊也是一個負面積的例子 我們接下去 10加負3就是7 那接著就是算T型面積 我們觀察這個7到9的T型面積 上底是2 下底是3 高也是2 T型面積就是2加3乘以2除以2 所以最後的答案呢就是2 接下來就是本部影片重點精華啦 要來回應 積分如果是負值 有什麼物理意義 但首先 先讓我宣傳一下 即每日積分挑戰後的 全新企劃 每日全X挑戰 每天11點 會在YouTube社群發布一題是非題 像這樣 這樣 或這樣 Discover how much you know about the topic 希望大家踴躍在每題下方留言你的任何想法 每則留言都是讓你觀念更清楚的機會 我只能說 任何能讓你進步的機會 千萬別錯過 積分如果是負值 有什麼物理意義 你國中的理化老師應該有跟你說過 VT圖面積代表位移吧 V是速度 T是時間 另外他會強調面積有正負 但看完今天的影片 這句應該要修正為 位移有正負 因為位移是向量 正負表方向 它的定義是速度對時間去積分 所以這個積分值是有正負的 不是面積 因為面積永遠是正的 積分值才會有正有負 再來 另一個你國中理化老師教你的 就是公 公等於什麼呢 歷程上位移 如果你還在這樣被公的公式 那你向量為積分就白學了 公的定義是 立F對路径R的積分 而且是內積.product的關係 GF.DR 那積分值出來就是公的意思 有正有負 當然也能是0 順帶一提 公 是純量 所以 正負不代表方向 只有大小的意義 那負公代表什麼意義 公等於GF.DR 這就是物理的主題 再講下去 可能有些人會鬥夜痛 日後有機會 再開個物理的主題 跟大家聊聊 以上就是今天 積分影片記憶的觀念分享 喜歡這部影片記得按個喜歡 也歡迎訂閱支持 我是Chen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 喔對 下一部影片 台大轉學考向量為積分